為何不吃牙齒 最近牙齒有點痛 但我不知道是鑄牙還是牙周病 因為牙周病除了拆牙不乾淨 有機會有的 但會否還有其他原因 當然有 中醫角度來說 我們有分虛症和實症 虛症是因為牙齒跟腎氣有關 腎氣? 沒錯 因為腎是主骨 而牙齒也是多了的東西生出來 所以我們稱為骨之餘 實症是甚麼呢 原來牙齒發炎 但原來從中醫角度來說 牙齒發炎是跟陽明經有關的 陽明經?那會怎樣處理 如果我們剛才說虛症 那些會呈現牙齒會很容易鬆動 我們多數以滋腎陰為主 就是多補腎氣 我們用藥材,以黑色的藥材為主 例如生地、桑記生、熟地 這些都可以 但如果實症,我們要以清熱為主 而陽明經就跟胃、大腸有關 所以吃清一點,知道嗎 那你現在不要吃甜品了嗎 現在不要煮了,我幫你燒掉 我不吃甜品了,但我還在痛 這幾天有甚麼可以… 有穴位按開讓它沒那麼痛嗎 也有 當然,如果還沒找到牙齒前 真的有幾個穴位按開 來… 因為我們剛才說 如果是急性痛,多數跟實症有關 我們要按合谷 這個就是合谷穴 就是大拇指和食指之間 凹陷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對,是大腸穴位 很怨口 越有問題,越痛 好 另外就是三間穴位 你嘗試屈膜,沒錯 其實正在這個位置 然後嘗試放鬆 就是這個位置 同樣是清熱 射火,也是治癌和癌痛的穴位 有否要按多少次 還是痛的時候就按 痛就按… 我按著它 按到… 沒錯,按到可以止痛 然後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 那就更加好了 這樣就可以吃甜品了 沒錯 不,還是先看牙耳 看牙耳